而实际上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小朋友们都很爱看的一个动画片 还有就是黑猫警长 那么在昨天 妈妈咪亚音乐剧的新闻发布会上呢 我们就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听说他和黑猫警长 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有很多新的东西会带给大家 我就觉得我也很期待 能够在北京和大家再一次见面 希望大家进剧场来感受 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这张面孔你也许并不熟悉 但接下来他唱的这首歌 却伴随了很多7080后小伙伴的童年时光 没错 他就是经典动画片黑猫警长片头曲的原唱沈小岑 80年代初原本在建筑工地坐水泥宫的沈小岑 因演唱一首印尼流行歌曲《爱有妈妈》 从一个路人甲一跃成为了当红歌星 而后他又演唱了很多传唱一时的经典歌曲 正当事业巅峰时 沈小岑悄然隐退远嫁英国 这次付出加盟妈妈咪啊 沈小岑在剧中也饰演了一位母亲 然而已与丈夫结婚18年的她 生活中却并没有做母亲的经验 这个是要随其自然的 我和我先生两个人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的 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随意 真的是 但是